我們來講一下你剛剛的問題 現在要問什麼 好 那就是 延續我們剛剛的問題 因為其實你剛剛有提到 在講比較假的事情 其實你有很多不同的議題 那在這麼多不同的議題的時候 對你來說 你其實怎麼選擇現在 這個議題 我們要報導 這個呢 分成幾個階段來說 我們就不說 在還沒有進入環境 這個公共議題之前 那就不說了 那個是 比較personal的報導 其實也不是personal 好吧 那我就從那來開始講 就是說在還沒有 進入廣告 這個大量 那時候呢 我做了兩年 我的那個點閱率 我還不知道 你猜猜五六萬 我猜猜五六萬 我五六萬都不知道 反正很少 但是我的那個 我的那個 我寫一下那個年度報告 裡面有寫過 我那時候 進入之前有多少 我記得不到十萬 可是自從我做了環境記者以後 我的那個 點閱率一直往上衝 那之前我做的報導 那之前我做的報導是做什麼呢 就是 因為我有些朋友 有一些朋友 是藝術講 是畫家 所以我去幫他們做一些畫家的 藝術的報導 然後有一些是 我本身是那個 長生學的志工 所以我去幫他們做 長生學 它是一種能量衣學 很棒的 很棒的東西 你說方便的話 等一下回去 你可以打開我這個 長生學的那個 看我的長生學的報導 實際上是太棒了 也希望你們有機會成為我們 長生學的志工 對 是很棒的東西 嗯 是不可思議的 你也許覺得說 嗯 這怎麼滿可能 但是它就是這樣 我裡面有一天 我自己說 它是做好多好的東西 啊 長生學 還有些什麼 就是 反正前面的報導 就是 日常生活 嗯 但是別人不知道 非常 那你 因為你說你之前有上了一個課 所以 你絕對是踏入 就是做一個環保制者 這樣子的 一個領域嗎 看紀錄片的 你是 到了 紀錄片的課程 然後 人家問我們 說你要做什麼 然後 我發現 有訪題 然後我去看訪題 因為我們要做甜調 你知道嗎 紀錄片 你要做甜調 所以有些什麼問題 然後你要 你做出來說 到底有什麼問題 然後你們還可以 大家才可以 更新的甜調去做一些 啊 紀錄片 你要做 所以 他說的前置作業 但是 當我做前置作業的時候 我就發現 哇 這怎麼 當然 所以我在做前置作業的時候 我是動沒條 我要寫 寫個市長信箱 總統信箱 所以你們在前面 如果你有時間 好 可以去看一下 你可以從那個 我的 短期 那個 信音綠字眼神明公園 從 最 最原始 然後我往前看 你可以看到 我做整個這個 環境記者整個的脈絡 從這裡開始發上來 然後 後面其他的都是 加進 所以 是這樣子 所以 你當初 選定了這個議題 一開始 先撇開 廣字以外 就是後面加進來的這些議題 是因為你覺得他對 你覺得這件事情 為什麼 要被你報告 就是 你為什麼選擇他 做你的報告 因為我覺得他的風情 太糟糕了 太糟糕了 尤其 BOT 我覺得 為什麼 因為那時候正好 看過那個 白角7號 的印象還在 那時候 三頁BOT 海頁BOT 我說 我們家的管司 我們家的老醫院 也要BOT 你不覺得 那太奇怪了嗎 我們 為什麼 為什麼 這些 我覺得 這個是我們的國土 應該是 國家可以共享 你國家 就應該做的 怎麼搞的 都沒有進去 我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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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主觀上覺得 國家在乎 職守 你該做的事情 都讓別人去做 對 所以就是 你覺得這是 大家一定要知道 你覺得這是 不公平的事情 對 我覺得是 這應該要 大家要討論 就像我們家 我因為 放到那個 廣服外院 我發現 我們家旁邊 有那個 叫做什麼 那個 捷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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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當時 做緩評的時候 發現 那邊 是活動斷程 所以呢 它就 那個 信義線 就直到 向山站 就在101 就停了 都沒有進來 可是 他們居然可以 六次的緩評 讓它通過 那 六次怎麼樣通過呢 就是我們國家的那個地震 有關的機構 背書 說 它現在已經 並不是活動斷程 那我就說 怎麼可以這樣呢 因為我覺得 一個地方 是不是活動斷程 應該是很嚴謹的吧 但是它給我們的那個資料裡面是 就是它的理由是 921的時候 這裡沒有影響 所以 這邊就 不是活動斷程 可是 在我來說 我覺得 嗯 這是很不可思議的 因為 活動斷程 應該是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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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累積成的 然後 我們才決定 它是活動斷程 對不對 只是因為 這最後那個 一個小點點 那一次沒有影響到 你就說它不是 嗯 這對我的人來說 好像很難接受 能接受 對對 但是 不管怎麼樣 它現在 已經通過了 而且 行政院已經核定了 這個 要進來了 然後 然後我們呢也開了那些 會 然後我就在那寫了很多東西 說 啊 請全台灣的公平一下 我們那才兩個站 才1.5公里 我跳上公車 我有一天報道 跳上公車 從那裡到內站 才三分鐘耶 哎呀 一百二十幾億耶 而且一百二十幾億 是預算 你知道 從預算到真正做完 是很多急跳的耶 就像我們 咱們電廠一樣 從原來的預算 到你真正做完 是很 你中間的 從來沒有說 預算跟決算 是一樣的 它會噴槍的耶 我覺得其實應該 這東西可以 有一個很 有趣的觀察 應該就是說 那附近周遭有沒有 開發案 就是廣辭啊 那除了廣辭 想要花了一百多億 那你屬於生殖啊 你要不要 所以大家都要 可是我覺得 一百二十幾億 可以花在很多地方都需要 為什麼 而且 要砸在一個 端端的街上 而且你知道嗎 我們不是說 到了這就截止了 我們是到後面 還有一個南大陸火災 我們這還要 你還要做公社進去 不是說到這就終點站了 還有啊 而且我覺得就算 你也應該讓它接到 你說 是因為路網 我讓信義線 跟百南線 連起來 那你覺得 喔 好吧 這才說得通 我覺得說得通 嗯 這是說得通 你覺得這個路網 就做一個環狀間 對 你做一個環狀間 我覺得OK 可是他 你知道嗎 到了這邊 到那只差一點點 只差幾百公尺 他也沒有讓他過去啊 但是 但是我覺得 他很可能 將來他就會 再挖 再做一個工程 從那邊 再挖一條過來 對 那他接過去的那個 那個案 的那個站是什麼站 就是我們的後三起站 OK 一家就是後三起 好 所以對我來說 噢啊 很多還有我不懂的事情 所以你覺得 面臨到這種事情的時候 你覺得 嗯 不管他有沒有結論 但是你覺得他值得被討論 你就會拿出來報道 或者是你覺得他應該要被看見 對 但是我 大聲幾回 都沒有 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團體 願意說 哦 這是我們 我們為了這個 去的 好 那就 我們回到比較概念上的程序 嗯嗯 好你說 看看 可以嗎 十分零九秒 那 會會超過嗎 會 不過 可以 沒有 隐藏